好 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话题 大家就要问了难道现在黑道势力又介入了政界吗 因为之前的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这是警大的校长陈泽文 他就被拍到说跟昔日有黑帮背景的林炳文 同框献身私人招待所 好 现在林炳文呢 他再度被报说交保之后到了礼仪公司 来密会英系大佬黄成国 这位黄成国呢 他其实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可是黄成国现在就回应了说 没有跟林炳文私下碰面 那点有其他的事情 其他人开会 他不知道 马上来切割 好 现在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 他就说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代表英系核心 现在跟洗钱案主的主贤 关系匪浅的黑道跟政党的瓜沟 他说这认为是台湾治安败坏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 持续来看到的是警戒的部分 之前就被报出了中山侦察队长林宏基 他到富商的招待所 好 当然了这样的出入 就是有违反了他的职务嘛 他到这个招待所里头 还进行了赌博这样的行为 后来就被寄过了 那么警政署的阵风市的主任黄景秋 他们呢跟这个新北市的地检署的检察官 王图芝他们这两个人也被爆出说 三年前受邀来欢唱 当然了法务部现在就回应说 已经把黄景秋调离限职了 新北市的这个地检署 也分调字案来调查当中 好 不过持续来追的是林宏基 也就是这个台北市中山分局的侦察队长 林宏基他就被爆料说 三年前在内湖担任侦察队长的时候呢 到了地下会对郭姓祖贤的招待所 喝酒赌博 那林宏基后来就被这个季大过还拔关 招待所的内部影片现在也曝光了 9秒的画面当中 你可以看到呢有一名陈信的小队长 正在桌上洗天酒牌 林宏基在一旁以台语插话说 这是兄弟不要赌这么大啦 好 警局调查之后呢 包含了这个陈信小队长 他也承认说现场有赌天酒牌这样的状况 而后来也被惩处了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加冬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